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就完事了吗 你不认识你了吗 我如果是观众的话 我也特别想让她赶紧的说出来 那为什么不说 剧情得这样发展 然后不就全去中了呀 再有一个就是说正经的 就是她说了也并无用 就是需要有一个事件来引发 陆文西或者顾瑟瑟对太子有恨吗 我觉得这个恨更多的来源于 她对自己命运的那种无助感吧 你觉得陆文西和顾瑟瑟谁男 我曾经问过罗老师 我说如果只要你一个选择 陆文西还是顾瑟瑟 她说顾瑟瑟吧 她说她太不容易了 哥罗金的第一场对手戏是哪场 我跟罗老师第一场戏 我说那个 因为小人曾经真的很爱慕你 殿下那一场 小人曾经 非常爱慕殿下 挺重的 挺重场的 但是因为我们前期有很长时间围堵 很长一段时间跟对手去交流去接触 其实都是还进入的挺快的 她是我的人 一光听了几次 好吧有几次 但是印象很深刻的是 第一个是目里底下的 她还懵懵懂懂的就被一个男生拉过来 她是我的人 那时候我就觉得 俗 真俗 然后呢第二次是被刀指着 然后他们两个都在一个很落魄的一个 一个境遇下 饱含热泪的说她是我 告诉全天下 她是我的人 告诉全天下 她 是我的人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感动感动感动 告诉全天下她是我的人 也不装 其实就真诚 就是她是我的人 听说罗金片场常被塑效救星完 你有没有做些特别准备 那我倒没有被那个 我前期还笑话罗老师来着 她说行我姑娘走 我可能要找个心理医生了 我以为她开玩笑 我说怎么这么矫情这个人 然后后来我说罗老师咱来一块找一个 就我也觉得我需要去调解 可能说出来是开玩笑 但是我真的觉得 我很难去消化这一份 这么沉重的感情 啥子之后如何尽快走出来 没有我当时我拍完 我是连轴接的下一个电影 所以那个电影是我从已以来 拍的最痛苦的一个戏 就是因为这个人还没出来 我生生的就要去转成一个学生状态 真的好难受啊 太痛苦了 虽然你和太子是官派 但是跟你抢CP的人太多了 抢吧 反正都已经不是我的了 哥们儿 兄弟的 真香了是不是 还有翁翁你知道吗 对 我拍的时候我就发觉了 就王胜老师是特别 身边谁都不能碰我的 小林圈 过久就把你打开那个 这个个都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谁都不行 你作为观众的话 你会占哪一对CP 其实我挺占王胜老师的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 我觉得出来的东西 跟我看剧本的时候 不太一样嘛 就是和更浓烈一些 然后他的那种爱就很动人的 网友说太子散发很像陈志贤 你怎么看 啊 我怎么 龙老师肯定希望他像那个 张哥哥啊 张国荣老师啊 你自己爹说你太招男孩喜欢 他很担心 觉得挺招男孩子喜欢的吧 估计 然后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女儿的话 我会担心得要命 我也宠他宠得要命 当爸爸的都是婚 所以你爹也是 我爸也是招什么急啊 不招就往那边干净干净干净啊 那爸爸说话有用 还是妈妈说话有用 我自己去发展我自己这个情感 是比较有用 催不得也也也也也也 制止不了 那现实中能接受太子陆恩西这种感情吗 不要 我为什么要虐自己 第一位是杨杨老师 她 刘的言是追起来支持彤彤 越来越好 为什么叫她杨杨杨 我们刚合作完一个 一部剧 叫特战荣耀 因为导演在现场老叫她杨 然后有时候着急就杨杨杨杨杨杨 然后我就杨杨杨 第二个是王菲菲 追剧流量费结算一下再一起酸 跟他人怎么认识她 因为我的大学同学跟她是好朋友 你没有给人家结费用啊 我这个 过年的时候会给她发红 菲菲我过年的时候给你发红包 下一个是罗靖老师 是肖定权说 私心希望阿希不要与五弟走的过境 你错过了什么 就是我觉得她作为肖定权来说 肖定权的那种 你就我 就不能跟五弟走太近 那她又没有给你取回去了 就是 你出来解释一下 罗老师 这个是蚂蚁童菲尔 她说 终于不是虐人的铁了 你知道你虐得我好痛吗 我知道我也疼 怎么就自己回答了呢 然后第五个是 小笨熊 地儿Q童 她说 保护我阿希与太子成双成对吧 大家一定要等下去啊 千万不可以因为虐就是气局 一定要等后面 后面会发糖 后面会有的 特别特别感谢你们能够 喜欢我们的合理华庭 然后希望你们一直一直追下去 因为后面很甜很美好 然后后来发现网友你骗人 没有没有 骗人找一同在微博上 找我给你发红包 发红包